被人家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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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色地的地图 都聚在我们的脑子 好 我们有没有一个原型出来 我看我的吗 可以不可以 i guys this is josh from china matters and today i've come to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parade in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in the eastern city of hanzhou from the outside it's like any other procession but little did i know that this was a flower festival that has outlived centuries since china's tongue dynasty from the early 7th century and me being here i'm now part of his history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at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parade when you actually look at the parade itself and the people joining it and the costume in itself is actually very artistic so if you look at the costume there you've got ranges of color and you can see the hair is decorated with flowers so it's quite detailed and i'm kind of appreciating the scene at the moment but i was fascinated to find out how cultural heritages are being protected and revived through hundreds of years and making a comeback after 20 years hon liping is proving her family's art heritage is here to stay xixi小画篮在我们的西西石地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一共有12个品种 教法不同编法也不同这个叫发篮以前呢就是挂在这个书章台旁边 老底子女童子梳下来的头发放头发的这个叫圆筒篮我们开始学呢就是简单的先学 这个篮子是苦竹篮的一定要苦竹要两年以上的竹子 我们右手放底下左手放上面再说一遍 交叉右手放底下对左手放上面 哎好这样交叉平衡叉的哦你好像错了好然后再第五根 这是什么六根竹蜜为一个圆好再来第六根 这是下面是吧下面好我们有没有一个圆形出来 我看我了 OK Moment of Truth 来看看这个呢 不行了 要学的 哦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西人 这门手艺我从我奶奶手上学 我从六岁就开始学了 六岁了 对对六岁就开始学了 那我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 这个男子以前只有卖了两分钱一个 我十七岁的时候 差不多这个男子没人编了 吃传掉了 后来呢我就是自己拿了竹笔 凳子坐在路边编给游客看 我就慢慢地在这个市地里这样做 做到零九年的时候呢 被评上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说过去她说 她已经做了这些年纪 六岁了 我认为这就是活动的生活 他们也有自己的设计 她的印象,她的印象 是一朵的藝術 她的藝術是被人家的伴供 她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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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聽到 這次的藝術 之前的藝術 在2003年 我問過 對我來說 她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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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了 在2003年 我們這裡的生活方式 就叫以島為家 以船為馬 以水為田 以橋為路 所以我們生活 比較慢 老百姓 主要的經濟收入 就是靠陽明 我們在河裡捕魚 就是說比較辛苦 每天 每天出來 就風唱浪打 不管是下雨 都要出來 在生活的奔波 到后期我在反聘到 这个西西国家设立公园来 现在我们靠旅游也为什麽 仅其也传承了我们 以前西西人的生活劳作 就说仲裁不渝 作为一个地区的人 你为了这个公园的文化 什么来带到这个公园 西西设立是城市设立 文化设立与农根设立 会有为一体的设计 所以说因为我们是 西西设立的远助民 我们最主要的是带来 以前我们西西设立的农根文化 所以说西西设立的 整个文化地图 每个河道港岔 都记住在我们的脑子里 今天我们就出来了吧 展示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 划船啊捕鱼 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你一起 可以的 体验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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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一下 我要开启筒子上的 辛苦了 辛苦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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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进去吧 船已经移动了 好 我要继续 这个河道是非常非常大 还有多久了 师父 哈哈哈哈 累了 对 累了吧 对 累了吧 这个不容易呢 好 我来吧 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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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through the second leg now I'm still skeptical that we can catch a fish but they did say this place is the best place to catch a fish this is where all the fishes are so you've got to keep trying haven't you 曹师傅 你说的是这个地方是最多的是吧 吃可以 吃可以 鲁鲁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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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两个鱼 我的天啊 我只捉了两个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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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我从头到尾 参与了西西式地的保护和发展 原来的环境非常差 我们叫三头经济嘛 一个是猪头经济 老百姓养了有2.5万头的生猪 猪的粪便直接排到河里面去了 还有一个是鱼头经济 我们有1066个池塘 一亩见方的池塘呢 它可以养上万尾鱼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头经济 来这里租房子的很多 又有产生了很多的生产和生活垃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西西式地的生态环境是不堪重负 所以我们就到地段更好地方 盖好房子和动员老百姓 离开这里 使这个生态得到更好的保护 现在呢 西西式地已经成为了 跟西湖一样的 杭州市一张精灵片 当今世界上 像一个国际化的旅游大都市 能够有这么大一块面积的石地 是很少见的 我也很想问你 这个湖地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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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地的它一个功能 叫地球自盛 它对进化水质 有非常强大的作用 前两年的水进来以后 就是通过我们西地 进化功能的显现 流出去的水 已经达到二类水 这个生态功能呢 还体现在蓄洪防汗 你比如07年的罗沙台风 和13年的飞特台风期间 我们蓄水量达到了3000万立方 如果没有袭击之地 可能周边的建筑 都沿着一层两层 现在呢 春天万物萌发的时候 再加上呢 鸟也多起来 你拍照片好看 莲花滩灌鸟区 可以看到很多鸟类 它是一个生态景点 我们叫莲滩露营 所以 什么是一场场场场 这场场场是 这场场场是 只要保护 水 荣物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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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